原标题 长了貌美如花 又正直妙龄 被英宗选中成为朱建申的皇后 而太子朱建申 更希望立万世为自己的皇后 英宗不允许也不会认可一个 以自己儿子大十七岁的宫女为皇后 此事作罢 天顺八年正月 英宗皇帝崩 太子朱建申提问 改元成化 视为明宪宗 天顺八年七月二十日 吴氏立为皇后 皇后十六岁如花的年纪 又长得很是漂亮 但县宗朱建申对其冲耳不闻 反倒是对三十五岁的万世万般宠爱 这样大的落差 尚吴皇后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更重要的是嫉妒 她深深地嫉妒这个女人 凭什么能得到帝王的恩赎 于是 她想方设法找万世的茶 万世不堪挑衅 于是和吴皇后顶撞起来 吴皇 后便以此为借口仗责了万贵妃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 以堂堂皇后身份下令仗打宫女 本不是什么大事 这吴皇后就错在自己不该仗打一个皇帝宠爱的女人 即使这个女人只是个公女 宪宗知道万世来了打 心疼得不得了 怒火满胸 气势汹汹地到皇后起功问罪 当着万贞儿的面 下令仗责皇后 替她出气 打完之后 宪宗仍是怒不可遏 一定要废了吴皇后 废后是一件大事 有多人不同意 但宪宗之意如此 为派夜长梦多 当即连下了三道诏书 向天下宣布废处皇后 先帝为朕检求贤书 以令王室 寓于别宫待机 太监牛宇 折一选退 无事于太后前复选 策立里程之后 朕见举动轻挑 里度绿绿 得不称位 阴察其时 使之非玉立者 用事不得已 请命太后 废吴氏别宫 吴氏只做了一个月了 皇后 就被废掉了 天大的委屈 也无法向人倾诉 十六岁了 她不得不 在气冷的西宫大法余生 丈则万贵妃成一时之快 却付出惨重代价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